尼泊特雖然已經轉為中台 但南投仍然像許多道路只要下雨 隨時就會貪荒 因此浦屋公路仍然可能進行管制 所以說如果說雨持續擴大的話 浦屋公路也有可能封路 如果是像豪大雨之類 或者是封土 封灘那種之類的 不過颱風一來 農民趕緊搶收蔬菜 擔心隨時都會封路 封路的話那個菜就送不出去 當然菜就在我們的地上亂掉 很多都是這樣 加上颱風期間蔬果價格飆漲 農民也會趁著這段期間搶收 多賺一點錢 這兩天菜價都上揚 那因為颱風期 我們這兩天除了說 請農民做好房台以外 那我們也是發動了五部車 幫農民採收 昨天的倒貨量就有將近兩千多件 除了高麗菜以外 我們每樣菜都是上揚的 弧度至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原本預期中南部將會受到 尼泊特颱風影響 甚至擔心農作損失慘重 但還好路径往南偏移 讓南投仁愛 向山區部落鬆了一口氣 記者NO 南投仁愛 採訪報導 請進來 感谢观看